韓國男星李光珠 去年因為奢禍令到腳步受傷 令到參與眾藝節目Warningman的時候 身體難以負荷 最終決定退出主持十一年的節目 而昨日播出的Warningman 就是光珠以主持身份 演出的最後一集 各位成員分別寫下親不信送別光珠 演唱傷感又感動 其中宋志孝本身的信 非常直白 她在錄影之後再補寫另一封信 她就說 我還未有實感 一直都在的你突然說走就走 雖然會難過和崩潰 但是只要掛著我們 幾時都可以過來 光珠我愛你 而梁世策在節目中多次不捨爆哭 雖然她寫的信同樣感人 不過她也搞笑足學 光珠終於脫離Warningman的遊戲懲罰 令大家破堤為笑 而光珠讀完大家的信 亦都緊接讀出自己的親不信 忍不住爆哭的她不斷道歉 又說十一年來雖然沒辦法做到最好 但每個星期都有盡全力 希望大家以後要繼續喜歡 和關注Warningman 因為是所有人都使盡渾身氣力去完成的 多謝大家 而直至在晚上 光珠就在社交網上上載一張節目中 搞笑尖頭造型的照片 留言多謝台前幕後十一年里的陪伴 而女朋友李善斌也有留言支持